去年初的旺角暴亂 其中5名被控暴动罪的男人 在区域法院被裁定表证成立 5名被告由18至47岁 全部人早前都否认控罪 法官接纳其中一名25岁被告的口供 和招应等供词程同 并且裁定5名被告 一共3项暴动罪表证成立 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一续审 他们被控去年2月9日 在旺角自由街近着花园街交界 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 分别手持玻璃瓶和向警方投摘砖头 预见案件审讯大约15日